中休二日走进观山词院 有时候会听见清亮的音乐弹奏 这是观山生活美学协会 推动的乌克利利严席营 今年行政院台东生活美学馆 特别选定观山证 让小朋友们都能够有机会来学一学 这个正夯的小型乐器 观山生活美学协会所提出的这个计划 是比较特别的 是除了以设计营造为主体之外 新的尝试 以生活美学协会结合各方面的艺文资源 很落实地推广到村落跟社区 我们是觉得非常的好 那我们很希望说 跟以前会有不一样 是生根的 是符合这个地区需要的 小朋友可以更有系统地 来接触到音乐艺术这样子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说 打造观山成为很有幸福感的小镇 来到教室眼前看到的 不只是小朋友们认真地在学 就连陪同的家长 也跟着老师一起练习 问他们弹奏乌克利利开不开心 每个都是堆满笑容拼命点头 而且自告奋勇 在镜头前面秀上最拿手的乐曲 在听着小朋友们 弹奏乌克利利的同时 体会到了美学馆的用心 也让社区力推的活动 不再只是梦想 而使所有民众真正的贴近与参与 东台新闻旅清关山镇采访报道